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遭到民进党开除了党籍 党中央列出七大罪状 指控吴子佳污蔑民进党的形象 吴子佳在今天受访时说 这开杂案有明显的重大瑕疵 还爆料说将他开除的幕后黑手 就是新潮流的桃园市长郑文灿 不过呢 郑文灿对此呢 桃园市府是反击了 说吴子佳的发言是不符合事实 收到民进党开除党籍的通知书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很不满 痛疲这个决定有行政瑕疵 根本是欲加之罪 雷霆与雨露一粒是春风 我们是在鞭策民进党进步 挑战强权是我们参加民进党主要的目的 没有想到今天的强权已经变成了民进党了 所以我们持续要挑战强权 不管是用哪一种身份 是鞭策还是污蔑党中央发声明 洋洋洒洒列出吴子佳七大具体罪状 像是爆料总统大选时 民进党拉韩注锅 韩国瑜把蔡英文打回庶民 预言蔡英文得票会不理想 发言不仅惹恼党中央 另外跟罗志强张亚中 还有赵少康合体 同样让高层不能接受 这个幕后黑手是郑文燦干的 美丽岛民调在整个整个处理起来的话 郑文燦一直现在都掉车尾 可能他不是很高兴 我认为应该是跟这个 2024的选举的直接关系 吴子佳先生所说的都不符合事实 而且是非常没有格调的口水 以及抹黑 对于这件事情我们一笑置之 即使被开扎 吴子佳不改大炮性格 民进党中评会一致认定 违纪事实明确 没有涉及怕戏或个人 也强调言论自由 不代表可以抹黑栽赞 也不是一个党员 用来诋毁党的名誉的借口 20多年的党名被一刀切断 吴子佳将循救济程序 替自己讨公道 记者肖宏先生 叶林凡特别报道 叶林凡特别报道